Lily中文小天地 帮你快乐成长 我们讲了传统习俗 欣赏了美文古诗 玩了字迷游戏 介绍了中国的好山好水 今天我们的第五十七 要给这档节目呢 暂时画上一个句号了 引一下井 我们今天来说说道别 说到道别呢 不免有些伤感 不同时代的人们 有着他们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 对于现代人来说 道别并没有那么沉重 毕竟互联网那么发达 交通也非常的方便 再相聚呢 是很容易的事 然而在古代呀 有时一别 真的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 所以古人的道别更为深沉 今天让我们掀开历史的蒙连 回望千年前的种种道别 说到道别呢 首先要提到的是 十里长亭 长亭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 已经成为一个传统的送别景象 这与古代送别习俗是分不开的 古代道路上 每隔一段路程都会有工人休息的亭子 我们称为五里一短亭 十里一长亭 所以长亭下经常有送别 比如著名的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必连天 说的就是在长亭道别 第二个要说的呢 是卫阳南浦 这个我们很少听到 十里长亭呢 说的是在陆地上说再见 而卫阳南浦说的就是水路上的道别 卫阳最早出现在诗经当中 在秦分卫阳当中呢 是这样写到的 我送旧事 日至卫阳 卫阳呢 是指卫水之南 是古人经常送别的一个地方 另一个常见的水边送别的地方呢 是南浦 屈原的九歌当中写到 紫礁首西东行 送美人西南浦 南浦与卫阳一曲同工 都是指水上送别的地方 那么除了一些送别的地方以外呢 古人呢 还有哲柳送别的 因为哲柳呢 是一种祈福的行为 古代呢 是哲下柳枝 赠送给远行的人 表达你内心的祝福 因为柳呢 和柳 它的发音差不多 柳枝柔软 随分漂浮 有一种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 与离别的心态呢 非常的吻合 那么除了送柳啊 还有送花的 送花的呢 被称为叫攀花送行 那所谓的攀花 就是采折花草 那攀花送行呢 在唐朝的时候 非常的流行 主要呀 在唐朝 买花和卖花 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白居易呢 有一首诗 《买花》当中写到 地城春玉木 萱萱车马度 供到牡丹时 相随买花去 因为当时的花价呢 并不贵 而且呢 到处可以买到花 所以啊 给远行的朋友 带上一束花 和我们现代的做法 倒是有几分的相似 第五个要说的呢 是组见饮酒 这种送别的方式呢 比较正式 王维呢 他有一篇 非常出名的诗 叫做 《送元二世安息》 记录的呢 就是组见 请酒 送行的场面 这种送别方式啊 一般在远行者 上路前举行 最早源于 先行时 已流行的一种 叫做 组的分俗 组呢 原本是出行时 祭祀路神的一种行为 目的是 祈求旅途平安 那组见饮酒呢 是指在驿馆 或者呢 在路上搭起帐篷 摆上酒宴 喝酒送别 那这种送别方式啊 在唐朝的文人当中 非常的盛行 道别呢 虽然有些伤感 但是短暂的告别 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最后呢 给大家一个 小小的彩蛋 李李老师 奋上一首 爱心手指舞 祝大家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oh baby 看过来 看过来 你看我可不可爱 oh 看过来 看过来 我是你的小乖乖 你一直说 我是你的宝贝 你是我的最爱 oh baby 看过来 看过来 你看我可不可爱 oh 看过来 看过来 我是你的小乖乖 你一直说 我女儿 脖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